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 如何把这个冠师装得最多 然后拿你的冠冽点 铁花 对不对 那我们要把这个冠冠的更高 那我们需要关注它的体积形状 顺序,才能管转的根本 如果我们顺序掉软了,它还能帮回去吗? 肯定会损失,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在这个小楼里面 我们先放了一半的瓜子,在上面去装大的 它带了个衣服来,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讲了一个,为什么我要准备这么多椅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准备的椅子全部都是怎么样? 形状大家想不一样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时间管理的课,为什么我要来椅子跟大家做实验? 不同的椅子 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小,但是很重要 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大 但它不会决定 那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小,花的时间就很多 那比如说我们学习中,最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从20分卡到60分容易,还是说从90分卡到5分容易 我从哪儿到60分 为什么,我这里有40分的差距啊?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想法,我可花了花钱时间准备 对,是一样的 这个临时限量,我差不多从上面先的准备 选东西,定盘地,到现在收到 是吧,准备的时间,周期费的,反正我们上课就正路了 我花了半个时间准备,才有一两个小时的上课正常的流程 你们做任何学习事情,都是一样的 90到95分的提升是非常的,但是理想及格是非常的低 对吧,我们有时候不要纠结你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很少的事情上面 但是,90到95重不重要吗? 重要,对不对 你有可能以后考虑以后就因为这5分,你最后和平台大学后的说 一个好的企业,赤之调避,对不对? 因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有后面的工作中 对你的评价所有都是什么呀? 分数 为什么自我介绍? 以后你去面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上去见面试吧,就带着大家走进去嘛 然后扬着头送嘛,面试包会给你基本的 是不是? 你整个面试的过程,如果有10分钟 你花了2分钟在那里介绍 你叫什么名字? 你干啥? 然后你花了8分钟的时间在那里讲故事 或者说你换一种书,你讲了8分钟你擅长什么东西 擅长什么东西? 你只花了2分钟一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你觉得他被选择? 我帮你讲什么 想自己是什么人? 为什么? 因为你去面试的时候,人家需要的是什么呀? 人做事的人 对不对? 不是需要你是一个明星 是吧? 我需要的不是你来看的,我需要的就是 学习也是一样的 我们学习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的临时一样的 那会大和响的 那么除了大响之分,刚才我还讲得有一点顺序 是吧? 那我们所谓的事情,其实按顺序 看他刚才我们彼此的大小百分 我们可以把它划到一个向线 四个向线,填进去 后来是4种名号 最重要是哪一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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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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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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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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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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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